去年底同一超商宣布 从日本引进乐清的明星扫除工具 先前也取得其在台的永久授权 看准环保意识及专业分工概念抬头 国内清洁市场进入战国时代 你百货公司啊 卖场 影城 然后你看像那个刚才讲 中正经历堂 国务局长这些风景区 还有机场这些都是 其实都是需要筑点清洁 专做影城清洁的布鲁斯 全盛时期公司营收破亿 国内清洁市场专做居家服务的 妈咪勒 杰克邦 主公公司行号的威和威物各聚山头 台湾大车队特里乌也跨界投入市场 看好的就是每年10亿 且持续成长的庞大商机 其实入门是很简单 但是也要看你要不要愿意投资 这些身材器具下去 人力品质是杀出重围的关键 像妈咪勒的创办人龙耀宗 从问奖转做清洁公司 年营收破2亿 清洁大王吴荣发 也从月薪8000拼到身价20亿 但大厂很好赚 基层清洁工收入却呈现M型化趋势 一般所谓的派遣公司的派遣人员 他可能用月薪的方式的话 这种清洁人员可能大概都是 接近这种基本工资以上 或者是3万块左右这样的一个薪资 至于花钱上课 取得证照 道府服务的清洁员 时薪虽上看500到1000 但平台可能就抽走将近一半 还得自付交通工具清洁剂等 清洁市场虽潜力惊人 但第一线人员 仍是低薪的那一群人 3D新闻 顾元松 陈玉璇 台北报道